是因為柯文哲真的 是我看過政治人物裡面最笨的那一個 雖然他以他的IQ很高 我剛認識那麼多年了 如果他是一個會 收錢賺錢的人 他早就跟我提了啦 最艱困的時刻 大家願意站在這邊相信他 謝謝各位 謝謝 然後現在用什麼 我跟各位報告 撐這個機會 用網路先來審案 用媒體先來審這個案子 先用媒體來打壓 用兩個禮拜 名嘴 媒體 然後我不知道是不是法院放消息出來 每一天哪 這些名嘴啊好像我們的檢察官 好像我們的法官 比誰都懂案情 比誰都懂事情接下來該怎麼做 結果他真的就發生了 大家有沒有覺得兩個禮拜前到現在 太離譜了 太離譜了 現在是想先用媒體的力量 洗掉柯文哲的支持者的聲量 然後再用檢察官這種 約七八糟辦案的方式 我個人覺得 你們不是在辦案 我覺得你們是在摧毀一個政黨 是要把民眾黨滅掉 不可能 我早就在直播講 在我的眼睛裡面看 政治是一個很殘酷的 他就是一個每天鬥爭的 你現在是覺得民眾黨不死 睡不著是不是民進黨 如果今天你們的主席 你們民進黨的高官 這樣子 偵訊了這麼久 到底偵訊了什麼東西 我再次講 你們說得了嗎 來東西交出來 到底是要拿了多少錢 我今天 只要聽到扣論者真的 家裡收出多少錢 他戶頭多了多少錢 是由 金華丞翰流過去 今天沒話講 我跟大家道歉 我也心碎 我們走了 沒話說 我們不用浪費 很熱 媽的 然後這些警察朋友很辛苦 沒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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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說要拔車 我站在這裡 站在這裡 站在這裡 他也很壞 腳背 這麼熱 大家一起散 但是沒辦法 我們的高官要這麼幹 下面沒辦法 所有人沒辦法 我們就站在這邊 陪他這麼幹 很多事情 不代表民眾黨的意見 我個人的意見 媒體拜訪下標拜託 我問彼佛 我再強調齁 我認識非常多的政治人物 我也曾經支持過非常多的政治人物 我今天為什麼來到這裡 是因為柯文哲真的 是我看過政治人物裡面最笨的那個 雖然賴音他的IQ很高 我剛剛認識那麼多年了 如果他是一個會 收錢賺錢的人 他早就跟我提了 館長你怎麼樣能不能怎麼樣 他從來不提 他來就 大家知道嗎 五分鐘就 人就不見了 對 所以跟大家報告一下 雖然政論節目上對他有 諸多的誤解 跟天天在寫故事說故事 但是 我們這 我 還是希望大家能相信他 最終 我來了 我不來 也叽叽歪歪 我來了 大家等著看 等一下也叽叽歪歪 反正等一下也叽叽歪歪 我剛剛就是看 我再次強調 我剛剛在家裡面看了新聞的所有的直播 聊天室裡面的壞蛋 裡面都在講一些館長沒說的 柯文哲怎麼樣啦 館長怎麼了啦 我能在這邊強力譴責我 因為我人在外面不容易說髒話 晚上直播回去再跟各位聊 好不好 那現在我們就等 希望 檢察官 希望清德兄 希望 民進黨的 我認識這麼多的立法委員 大家認識一場 你覺得這樣幹對嗎 不 再次我還是感謝各位啦 願意 無償的 利用自己休假的時間 在現在 一年比一年了 我剛來啊 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 別讓我想到去年的7月16號 我又感動了 我再次強調 我再跟法院跟各位報告 各位晚上做政論節目的這些混蛋 我沒有號召 我自己來的 各位也是自己來的 我剛剛也沒有在社群上面號召 任何人來 也請 現在現場人我覺得太多了 因為再滿就要滿到馬路上去了 我請各位的支持者 阿館 看到阿館的 現在看直播的 也請各位 休假在家裡休息 不要再往這邊走了 因為現在人我看越來越多 剛剛我這邊說 要出發也越來越多人要到現場 那這樣可能會造成 他們警察局的困擾 我們不要造成這些基層幹部的困擾 他們相當辛苦 阿管是長期支持警察的 我絕對不會造成他們的任何負擔 再次感謝各位 謝謝各位願意來 在現在 最最 最小的黨 最艱困的時刻 大家願意站在這邊相信他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哇 哇 哇 快過去沒關係 謝謝 謝謝館長 你們喊一下口號 程序要爭議 程序要爭議 司法要公平 司法要公平 相信清白 相信清白 柯P加油 程序要爭議 程序要爭議 司法要公平 司法要公平 搜集中心 請清白 相信清白 武妃加油 程序要爭議 方北 方北 方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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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蹲下 方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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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可以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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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要正义 司法要公平 相信清白 公平加油 程序要正义 程序要正义 司法要公平 相信清白 柯平加油 程序要正义 司法要公平 相信清白 柯平加油 柯平加油 主播带大家来关心 前民主党主席柯文哲 他从昨天晚上凌晨12点40分进到地检署之后 他在经过警察官复序之后 提出了提审的救济 而在今天中午的时候 提审救济 柯文哲现在是遭到驳回的 所以根据金华城案 他现在同样被列为贪污案的被告 同时呢 现在暗子在送回地检署去审理 而现场呢 台北地检署外头聚集了大批的小草 包含了馆长本人 他也来到现场了 馆长呢 他这次来 他是说他要力挺柯文哲 他认为柯文哲现在呢 是被政治追杀 而同时到场的呢 还有谁呢 就是黄国昌 黄国昌呢 刚刚是对着小草 深深一鞠躬 黄国昌表示呢 他相信柯文哲 他们相信主席 相信主席的清白 同时你看到现在北检外头聚集 超过将近有200人左右 他们呢 都希望柯文哲 今天可以等到柯文哲走出地检署 相信柯文哲是清白的 那么大家还原下的这一起案子呢 就是金华城他的容金队 被提供从560%到840% 那这个部分呢 维京集团的 金华城的集团业主呢 涉先有图理 那这个柯文哲的部分呢 他现在被列为贪污案的被告 那么他进到地检署之后呢 来到现在已经超过24小时了 将近快24小时 他人还在里头 主要就是因为地检署 他现在要针对 跟文哲他针对金华城案 他的供词 跟这个前台北市的副市场彭震生 是否相同 那么针对这个部分呢 现在彭震生他已经被生压的 反过来看柯文哲呢 他的这个美检的附训呢 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 现场馆长来的到场的最新画面 我站在这儿站在两小的 他也很猥的啦 腳背啊 这么热 大家一起晒 但是没办法 我们的高官要这么干 下面没办法 所有人没办法 我们就站在这边陪他这么干 很多事情 不代表民众党的意见 我个人的意见 媒体拜托下标拜托 我强调 我认识非常多的政治人物 我也曾经支持过 非常多的政治人物 我今天为什么来到这里 好 你看到呢 其实目前外头的高温 已经来到了35度了 一这样的高温下呢 很容易中暑 你看到小草她们 还是撑着伞手举的标语 同时补水 希望在这边等待柯文哲出来 而待会呢 这个黄珊珊她也会来到现场 柯文珊珊预计晚上的时候 才会来到现场 而目前呢 柯文哲她仍还在地检署 接受复训当中 那她到底什么时候会出来呢 要根据这个司法调查的进度呢 可能恐怕最快最快 是晚上才会出来 因此您看到小草 不管要等柯文哲 等到多晚 他们就是要在这边持续守候 同时呢 这边还有黄国昌 刚刚学姐黄金 有来到现场 现在最近的状况是 馆场来到现场 他们要跟小草一起坐在一起 不为高文 就是要等柯文哲出来 以上现场掌握到今天消息 再把镜头交还柯内 再让我们坐在一起